欢迎收看欢迎把抓 我是张道合 我们先来看到今天的四大关键次 国民国旗大出包 拜登演说大解密 中东三条战线 科侯见面 谈什么 爱中华民国怎么爱啊 你要喊出你的国民 秀出你的国旗啊 我怎么也想不到 最大敌人竟然是自己人 从陆委会的国宴晚会 国旗的十二道光芒 多了一道 变成十三道 现在联署发布 宴请友好国家 拿出的建国百年菜色 怎么翻译变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就问 这是哪个国家的菜 各国抢拍之下 这是最负面的外交案例 深陷负面风波的 还有以色列 全面进攻 打不打呢 美国似乎给出了答案 拜登二度办公室演说 把哈马斯跟俄罗斯连接起来 说会摧毁民主国家 这个讯号 是要让以色列师出有名 大家选边站好吗 同时他们也全力的掐住以色列 刚好就好 毕竟中东 如果出现到了第三条战线 美国恐怕也hold不住 而现在国内的选战 蓝白河到底怎么样 柯积极建了郭台铭啊 两面手法明显不想合 是这样吗 柯再度抛出了 我也跟朱立伦见面啊 我也跟侯友宜见面啊 侯伴一句 是柯主动找的 而且是谈判后 双方再度交手 谁说的是真话呢 我们今天全盘解密 先来介绍今天四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叶元芝 赵和好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李柏益 大家好 激进党北市党部主委吴欣戴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陈友晨 大家晚安 好 到底要怎么爱我自己的国家啊 如果是我就把国歌唱得很大声 在运动场上如果OK的话 我会把我的国旗全部秀出来 这才是爱国嘛 对不对 每天都想说谁是卖台者 我就问了 难道最大的敌人 都是我们自己人吗 两个单位出了包 第一个叫陆委会 第二个叫做述发部 我们先从第一个述发部过来看 述发部 你不要再说什么 只会什么点面线啊 或什么人家真的是有做事情 他们办了一个叫做 跨国网路工坊演练好事啊 那他宴请来台十八个的友好国家 在圆山饭店 大家一起吃个饭 那没想到呢 这个菜单出事啦 因为其中一道菜啊 是在2011年 总统马英九 在建国百年的国庆菜色 叫做麒麟龙胆鱼 嗯 感觉蛮好吃的 殊不知啊 这个英文附著 怪了啊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到底听了什么 我们是中华民国吗 怎么会标注成这个样子呢 那现在更求是什么 各国拍照留念啊 想说这是国宴菜啊 但是奇怪 怎么变成中国呢 所以是不是丢脸 丢到国外去 那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大家当然是骂嘛 你出发部到底在干嘛呢 好 现在是不是圆山饭店来背锅呢 圆山饭店第一时间发的声明啊 他说菜单的英文部分是饭店人员 出于 因为看到很多外兵嘛 所以他们就有贴心的服务 所以主动附上英文的说明 希望便于这些外兵 进一步了解国宴 餐的这个意涵 那经过这个述发部 同仁告知之后 于第一时间向宾客来道歉 照这样子这个说法好像 真的圆山饭店想要全部都扛下来了 你看我们的部长唐凤怎么说 他说嗯 针对菜单错误 当时资安署的同仁啊 第一时间就发现了 那圆山饭店更正也道歉了 诶 我就觉得奇怪啦 你第一时间如果看到菜单是有变的话 你要你至少事前要检查过一次吧 你现在都说 哦对啊 所以圆山饭店也更正也道歉了 你现在是不是甩锅给他呢 来圆志哥你怎么看 人家不仅只有点面线 人家现在已经做了这样事情啊 没想要越做 变成卖国贼了是不是 诶第一个我觉得非常扯啦 如果说这个事情真的是圆山饭店犯的 我是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圆山饭店就是一个台湾非常国际化的饭店 那照道理来讲 他的英文菜单应该早就常常在提供这种东西嘛 那怎么可能会出这种大错误啊 所以我觉得这第一个我是觉得蛮不可思议 然后第二个 速发布这个活动是非常讽视 诶 赵和他的名称叫 他这个活动叫做跨国网路工房演练 是说这个两国交战有没有 这我们两个呢 我要供你你要供我对不对 这个叫做工房演练吧 对 你看俄乌战争的时候 当时很多国际的駭客组织 为了要帮乌克兰出一口气是怎样 直接害到俄罗斯的电视台 去播放就是俄罗斯很坏的影片 然后让俄罗斯触不及防 诶 速发布不必了好不好 我们自己改 对不对 中共不必对我们认知作战 我们直接把我们的国民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像话吗 这简直是太讽刺了 所以我觉得速发布你真的 真的不会觉得很丢脸吗 好第三个啦 我觉得反应也太慢了吧 如果按照速发布所讲的 他真的在第一时间 他就立刻请原餐饭店更正的话 那怎么会有各大使 争相拍照流念的状况 太尴尬了 我跟你讲这会到18个国家大使 争相流念会整个你知道吗 就是我发现 这不是ROC吗 怎么变PRC了 李博依大师 你看一下这个 李博依要开始拍照 所以这18个人一定是争相互相告知啊 那这18个人互相告知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场的速发布人员 没有一个发现的啦 然后到最后大家拍完之后 伤害已经造成了 他在跳出来讲说 我很早发现 你发现找个鬼啊 柏依哥照这样看起来真的不得了 因为是大使发现 或者是其他一些 其他国家的资产人员发现 怪怪的啊 所以先拍下来 拍下来之后才发现说 这是错误的 这丢脸丢到国外去 而且这不得了耶 他们请他吃这么贵的饭 而且还是马英九 当时在建国百年的国庆菜色 这不就是一个跨国网路工坊演练吗 怎么搞得跟国业没两样 套一句民党说的话 抓到了中共同路人啊 原山饭店已经叛国了 居然把我们国民写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怎么能够接受呢 这个菜色老师来我们看一下 其实真的是不错 价钱好像是3000加一成吧 就是价钱当然不是很便宜啦 但问题是我老实说 宴请外宾有这种价位 有这种菜色 展现台湾的国力绝对不是问题 但国民写错了 国民写错了 到底是中华民国请他们吃饭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请他们吃饭 这是个国际笑话 然后再问题是 主办这个餐会的 你说把责任推给原山大饭店 我老实说啦 原山大饭店他当然要负责任 毫无疑问 但是你数发部本身的责任在哪里 要讲很清楚嘛 这种讽刺的事情就代表了 你连基本的国家的国民 都不能够好好的掌握清楚 怎么可以让民众对你觉得安心 怎么会让民众觉得 数发部是可以保障 我们不受到网路威胁 跟错误资讯的影响 因为连你自己都不晓得 什么是正确的答案 所以我觉得 数发部好好想清楚啦 不要只会留给民众 一些很奇怪的印象 第一个印象就是 他说民众买这个欧阿明沙 这个数发部有一个快一点的点餐系统 所以可以现场购买 现场付款 再第二个 让我最有印象深刻的就是 数发部会成立一些奇怪的单位 近邻合作科 大家记得吗 我不晓得近邻什么东西 听起来很环保 再第二个叫多元宇宙科 这也是数发部的奇怪的科名 我真的觉得 数发部包括唐鳳部长 不要去话重取宠 好好的把你应该要做最扎实的东西做好 不要在我們國院上出現了其他國家的國民 這對我們國家是非常的侮辱 而且是不尊重我們自己的國家 來 辛黛怎麼看 我叫吳辛黛嘛 那大家知道民眾黨有一個立委叫做吳辛穎對不對 那我剛出來的時候就很多人把我們兩個名字搞錯 你們兩個名字太像了 我坦白說你現在到外面去問路人 不是那麼關心政治的路人 你問他說 你知道中華民國的英文是什麼嗎 他不見得會知道 他不知道ROC的簡寫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跟Republic of China 其實對於就是台灣自己國內的人 甚至是國際上面的人 大家其實搞不清楚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件事情當然很嚴重 可是重點也是因為我們的英文譯名 實在是太容易被搞混了 為什麼有人被搞混那麼討厭 是因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是一般國際上面很厭惡的一個國家嘛 專制極權的中國共產黨 所以我們不想要被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被搞混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最根本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兩個國民太像了 那再加上中華民國憲法 其實也沒有很明確的來去定義說 到底國土的領土範圍是什麼 跟他們的差別是什麼 有很多模糊空間 所以說這個東西我覺得是從小地方看大地方 你說一般台灣的人會不會很在意 我認為是不見得會 頂多罵罵訴法部 那回過頭來看這個國旗啊 大家知道我們中華民國憲法 裡面有規定國旗的定義嗎 我講一下這個總統府裡面直接定的 中華民國國旗定為紅帝 左上角要清天白日 清天白日他其實沒有說這個白日要十二道光芒啦 當然現在是十二道光芒嘛 那為什麼多了一道變成十三道 多了一道芒刺在背有沒有 我覺得那一道就是柯文哲啦有沒有 芒刺在背喔 這整個中華民國國民黨的盲刺喔 那這個是很有趣的 那我回過頭來講一件事情 剛剛兩位都在講訴法部嘛 其實我對訴法部也很有意見喔 因為剛剛原資他已經說過了 這個烏勒戰爭的時候有網軍對不對 那其實台灣成立訴法部之後 不管花了這麼多億的預算喔 他叫訴衛發展部 他只有發展他沒有限制 所以其實蔡英文總統一開始在說 台灣面臨到最大的問題 其實就是這個意識形態的認知作戰 可是訴衛發展部卻沒有來去限制 這個網軍的認知作戰 把非常多的預算都拿來說 發展像國民黨很愛罵的說 定豬腳面線還是什麼蚵仔麵線 蚵仔麵線這些東西 可是卻沒有來限制我們目前台灣 遇到很嚴重認知作戰的網軍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需要譴責的 來 宥晨你怎麼看 你是覺得原站大飯店有點吃悶虧嗎 我只能自己這樣子吞下去嗎 我們剛從上海雙城論壇八月回來 我是唯一的在野黨 我要教教所謂賴清德想要去跟習近平喝咖啡 去喝珍珠奶茶 別人的國宴是怎麼樣對等互會尊重 他在整個國宴大大的桌子上面 國籍的事情完全不敢談 上面的花的擺飾是兩個城市的釋花 我的意思是如果這麼愛台灣 就不要在國宴上面放這麼離譜的這種錯誤的名字 是 第二個認錯其實不難不要推給原山 我們當然要繼續講雙城論壇 那天所有的晚宴居然少叫我們副議長 上台跟大家合照 當天趕快國民黨就立刻道歉 趕快主持人就立刻認錯 我覺得這件事情不難 但是執政黨也要有這樣的想法 不應該推給一個飯店 再來我要回應一下剛剛星代講的 我先說必須他講得對 在兩個國民呢 我相信所有人出國旅遊 現在整個國旅大開以後 每一次退稅一定都會遇到類似的問題 對 老外都會問到底是哪一個 你是什麼China 我贊成 但是現在必須要說 這種事情跟你在幫病人寫的病例一樣 他叫陳佑誠 他叫陳陳佑 他叫吳欣代 叫吳欣銀 一個字都不能錯 因為那是一條人命 開刀左眼右眼 一個眼睛都不能搞錯 國民的事情在國旗 在名字上面 在自己的國家 發生這種離譜的錯誤 絕對不是柯文折盲刺在背 而是你自己每天只有搞意識形態 卻忘了檢討自己的書發部 更忘記檢討自己對台灣 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保護它 守護它 週一到週五晚間十點 請鎖定環宇的法狀 剛剛新代以後 談到一個國旗這件事情 大家來看看 陸委會現在也出包了 陸委會的國慶晚宴 10月9號的那一天 國旗我們以前小時候 學12道光芒都有意義 沒想到現在變成13道 13道的光芒 那為什麼會被發現呢 就是這一張照片 其實我不得不說 你沒說我還沒發現 發現之後真的覺得不得了 這樣數一數真的是有13道 但是尷尬的是什麼 你知道這一個看板後面 看板的前面 有多少的賓客陸陸續續在拍照 有250名的賓客在拍照 等於是每拍一張就丟臉一次 沒有人發現 直到這個尤淑慧還有PO文 他說陸委會真的是蠻瞎的 那他當然也是去虧了一下 是不是這個陸委會的副主委 梁文傑的陰謀呢 那陸委會這邊怎麼說 我們只能說他跟訴發部 有一點點的差別 他說這個國旗 我們是委託外交部的廠商設計 廠商表示我有購買 我是購買授權的圖檔 為什麼會購買到一個錯誤的圖檔 第一個 但是呢沒有詳細的審閱內容 所以才會導致物質錯誤的圖檔 已經在第一時間向這個陸委會來致欠 前面聽起來好像是也推給廠商 但是陸委會跟訴發部的差別是 他們也願意一肩扛下 他們也向各界表示歉意 那當然行政院長陳建仁說 已經提醒各部會注意細節 因為這種小細節對於很多人來講 我們心心念念這個國家 有些人真的會很在意這件事情 如果沒有處理好 哇 那恐怕會掀起一波的論戰 來 伯依哥 我們先談到了 國旗的12道光芒變成13道 你告訴我們那一道是哪一道 我那一道犯得清光啊 我來 乖乖 先講 國旗從一開始就是完全設定好 那就是12道光芒 因為國旗是代表12個月跟12個時程 它每一個夾角是30度 包括了我們國旗的長寬是3比2的比例 包括了青天白日要佔四分之一 國旗法是定得非常清楚 一開始國旗就是這樣設定的 不是現在才改變的 所以你現在從12道光芒變成13道光芒 對我個人來看 我是真的覺得離譜到不行 沒有人重視它 連陸委會都不在意這個事情 才會造成這麼離譜 有250名貴賓拍完照之後 才是有別人發現的 要知道這個晚宴是什麼時候 是10月9號國慶晚會 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才說不知道多少人看到這些照片 然後到現在 還不是陸委會自己發現的 是外面有人發現 欸這不對 這國旗的話有人去點了一下 有錯誤 陸委會才出來解釋道歉 並且陸委會講的答案是什麼 球賽三主委講的是 抱歉沒有仔細核對 天啊 這東西你覺得是可以接受的嗎 假設 如果你看到美國的國旗上面 他的小星星 有51顆或49顆 你覺得這是OK的嗎 當然不OK啊 會被罵很慘欸 罵爆嗎這不是開玩笑的 美國的國會上面 包括很多去看 美國所有電影裡面 所以有愛國情節 都一定會在電影裡面 其中一個橋段出現國旗 是 因為他們代表他們愛國 跟代表他們尊重他們的國旗 國旗是絕對不能夠被損壞 國旗也是絕對不能夠有誤差的 每一分一好 包括了星星的角度距離 他們都算得非常仔細 這代表你對國家的尊重 可是很明顯 你們陸爾會在辦國慶網頁上 居然連國旗的光芒角度都會不對 甚至多了一支出來 你告訴我 你說蔡政府愛台灣 蔡政府是接受中華民國論 誰信 當然啦 我不相信有人會故意做這個事情 但問題是你的態度是什麼 你陸爾會的態度是什麼 蔡政府的態度是什麼 現在這狀況不是只有陸爾會要出來檢討 蔡政府要出來講個話 這是國慶網會 找到所有的貴賓 上面代表是我們國家的光榮跟尊嚴 十二道光芒在上面 青天白日滿地雞光芒 請問現在什麼東西 青天白日滿地紅 然後十三道光芒 請問想在哪一個國家 我不想在哪一個國家 我們現在辦的 到底是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慶網會 蔡政府出來講清楚說明牌 而且不要讓廠商覺得 塗檔買錯就沒有事啦 怎麼會塗檔買錯 你幫個忙嗎 塗檔買錯 我們國旗到底是有幾種塗檔 我都不知道 居然還會買錯這個事情 這種東西不只是丟掉你掉過去去 我甚至認為 就代表連我們中央政府 都不夠愛我們自己中華民國的國家 才會造成這麼離譜的狀況 現在我們剛剛談了兩個案件 包括了數位發展部跟陸委會 因為陸委會10月9號的時候 是國慶晚宴 那時候當然很多的貴賓都有來 但是發生這樣的錯誤 這個這樣的外交算是一個失敗的案例嗎 你看右上角它寫說 陸委會國慶晚宴 國旗12道光芒變13道 250名貴賓集合拍照 沒人發現 我也覺得蠻奇怪的 因為真的應該是沒有人現場發現 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不是那麼care 坦白說 因為我不是民進黨 我是台灣激進 台灣激進一直以來 我們政黨的主張 就是我們不認同中華民國的體制 所以其實這個國旗上 我其實也不是那麼care 但是我在這邊聽到 很多位國民黨的民意代表 在捍衛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奇怪啦 前幾天10月10號的時候 明明就是一個國慶日 大家應該要來 雖然不是我認為的國慶日 但是一個這個捍衛中華民國 這個鐵血男兒 應該要出席的國家慶典 結果國民黨的這個主席啊 馬英九啊 生豬排啊 沒有一個人出席 還在外面牽了一隻草泥馬 在那邊搞笑裝什麼 然後還諧音是一個當話 我就不知道國民黨到底 尊重這個國旗 尊重的程度是尊重到哪裡去了 我在旁邊看得很開心 但是你們繼續湊熱鬧這樣 來 袁志祺怎麼看 人家已經說了 你們國慶那天只簽了一個草泥馬 然後現在來說 國旗這件事情 他們看不下去啊 對啊 就是如果不認同這個體制 其實也不需要參與台灣的政治 好歹草泥馬穿個這個國旗裝 那個草泥馬那根本就是造謠 因為那天我有在現場 那是有一個民眾帶了一個草泥馬來 就是羊駝啦 其實他們一開始馬英九他們看到那個 也是不想接近 後來是有年輕人幕僚說 有草泥馬就把他帶過來 所以馬英九不是刻意要參與馬 他只是不想要慶祝國慶而已 那個並不是主辦單位設計 那是一個民眾帶來的 這個要澄清 然後第二個他不參加國慶 他的原因是因為 蔡英文他沒有把我們中華民國慶的 那個英文名稱放在我們國慶的慶典上面 他表達抗議嘛 因為他是說是台灣National Day 但實際上台灣National Day 就是台灣國慶日 那我不知道台灣國慶日到底是哪一天 因為照道理來講 10月10日講的是武昌起義的那一天嘛 那台灣國慶日到底是哪一天 所以有點不倫不累 所以馬英九他拒絕參加 那這個是他的想法 他的理念嘛 我覺得不管你是哪個黨 我覺得都要給予尊重啦 也沒什麼好酸的啦 誘誠我覺得裡面 陸委會的聲明讓我覺得最百思不得其解 他說廠商啊說 是購買經過授權的土檔 就像剛剛博義講的啊 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旗 到底有多少個土檔 還會買錯而且沒有人發現啊 我在想他是不是買到我們那種國小 在幫忙畫國旗的時候 小學生畫到的東西上傳上去 是假的 這一定要查清楚啊 這根本就是賭值 到底全中華民國誰會去 download一個 跟自己國旗不一樣的圖片 他必須解釋清楚 不要甩鍋給廠商 那再來齁 我覺得書發部現在很厲害 因為剛剛我們在做了一下功課 你現在上去網路找這些關鍵字 你有沒有發現在很多新聞上面 左邊那張菜單 大概已經被書發部通知 或者關心 慢慢已經找不到了 我覺得書發部還是有他發揮功能的地方 再來講 講回來甩鍋 甩給廠商齁 其實民進黨最厲害的 這幾年執政 最厲害就是甩鍋成信 帶大家來回顧一下 我們記不記得 昨天的新聞而已 台積電這個設廠 趕快 蘇貞昌第一時間就跳出來說 是地方大概有人在阻擋 之前的疫苗 也是跟大家說 沒有辦法進這些相關的疫苗 是因為有人在阻擋 再來 總統的論文 也是因為甩鍋給他的母校 沒有辦法公開 沒有辦法透明 要封存 那今天這個 如果圓山飯店說 真的是他 廠商是他的話 我覺得違背常理 大家都有請 請這個不管是辦過餐會 還是你參加過婚宴 沒有一個 這個廠商 沒有一個 你的飯店業者 會幫主人 會幫婚宴的這些人 去幫你決定裡面的菜單的內容 賓客來賓的名字 擺明就是你國家給人家 但是你現在要他負責 他能夠不扛嗎 最後 民黨最厲害的甩鍋 我們再帶大家看 這個買的蛋 就是買錯了 要誰洗就跟你說 那是廠商的 那最厲害 賴清德碰到 民進黨貪污 學生問他撕煙案 陳歐波的詐欺 光電的弊案 爐渣案 這些事情 我們的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直接叫學生說 甩給學生說 請問你哪一個有具體的實證 這就是他執政的傲慢 這也是這八年 不得不讓民進黨 下台去檢討的原因 周一到周五晚間十點 請鎖定 懷疑第八狀 好 現在大家外界很關心的是 國際上面的焦點 到底尾巴戰爭 尤其是以色列 不是嗆聲了嗎 我們地面戰隨時過來開戰 那就在拜登離開以色列之後 好像真的地面戰 真的要開打嗎 我們先從拜登裡面的話 就能略知一二 好 十月十九號的時候 拜登任內是第二度 在這個白宮的 橢圓情辦公室裡面 來演說 演說裡面露露燈啦 簡單來講 我幫大家做連結 哈馬斯等於俄羅斯 俄羅斯這兩個 哈馬斯跟俄羅斯 都想要摧毀民主的國家 所以我要跟我所有的盟友講 我要跟我所有的民主的聯盟的 這些盟友們講 拋棄以色列跟烏克蘭啊 不值得啊 這句話是什麼 簡單來講就是 你們板塊選邊站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會不會是說 以色列要準備第一面戰了呢 因為之前發生過很多戰事的時候 包括轟醫院啦 到現在兇手都還沒抓出來 好像以色列在這個國際的輿論上面 也被炮轟得非常慘 所以今天拜登的這一段話 被國際的這些所有人 來擴大來解釋 那我們來看到的是 英國首相蘇納克 跟這個以色列總理 納坦雅胡也有見面了 那他也說了 希望以色列可以獲得勝利 那納坦雅胡說 這將是一個漫長的戰爭 所以包括了拜登 包括了英國首相蘇納克 他會不會覺得說 現在以色列難道這個地面戰 真的要進去了嗎 難道是這樣子嗎 那現在呢 這邊是主戰 那沒想到中國是組合啊 中國說 當務之急是儘快停火 而且是習近平 首度去表態這樣的一個事情 好另外現在 10月18號的時候 雖然以巴戰爭現在都還在打當中 地面戰到底要不要進去 但現在其實在國際的 這個上面呢 其實角力非常多 尤其是在聯合國的安理會上面 大家都互相去控訴 是他不想要和平 為什麼會這樣講 好聯合國安理會要求以巴停火 15個成員國 12張贊成 美國反對票 因為他有否決權嘛 所以這個當然是不會成了 那美國這邊的說法是說 你這個巴西提案也太怪了吧 你說這個我們以色列是有自衛權的啊 你不能說什麼人家打我 我就不會去反擊 不能這樣嘛 所以我們對巴西的提案非常失望 那中國震驚跟失望 美國怎麼會這樣呢 那俄羅斯這邊也說 再次目睹了 美國外交的虛偽跟雙標 那同時呢 俄羅斯也有在提一個起草的人道主義 提供的決議 也被美投反對票 大家會想說 你俄烏戰爭不是還在打嗎 你這時候怎麼人這麼好了呢 好 那現在呢 由於是因為以巴戰爭的關係 在這個中東地區的情勢 不斷的升溫當中 我們今天談到 有兩艘航母已經在附近了嘛 隨時應應 現在多一個 這包括了艾三號號跟福特號之外 10月18號加派的第六艦隊 叫做惠特尼山號來啟程 待會我們會有詳細的解釋 那另外 由於以色列最近的空襲警報 一直想起來嘛 包括德國總理肖茲 在離開飛機 在準備要飛走的時候 沒想到空襲就來了 趕快從飛機上跑下來 趴地 那你就知道現在危險性非常高嘛 所以原本 美國有跟這個以色列 買這個鐵窮的這個系統 現在說沒關係啦 我買了但我再租借給你 你比我還要需要 來增加他們的防衛 那現在呢 對於全球來說 這個示威潮當然是非常多 因為有非常多支持巴勒斯坦的 左派猶太人團體啊 猶太和平之聲 闖入了美國國會山莊來示威 好多人被逮捕了 這個人數至少到達了300人 好來原始 我們先來從拜登的這一段話過來談 這一段話 從國際 從各個輿論上面來說 或是你自己分析下來 你覺得他有什麼樣的訊號在上面 第一個就是說 以色列跟加勒斯 跟哈瑪斯這樣作戰對不對 其實國際上當然是希望說不要繼續打下去 對 因為這樣會有無辜的死傷 特別是加薩醫院遭受到這麼大的攻擊 當然兩邊在互推啦 以色列說是哈瑪斯自己誤擊啦 哈瑪斯說是以色列打的啦 坦白說我是比較不相信說是哈瑪斯護擊啦 因為那個炸彈威力真的非常強 如果哈瑪斯有這個武器的話 他直接就打到以色列就好 他打自己的醫院幹嘛 你沒有看到以色列有那麼大 受到那麼大的攻擊嘛 就是類似的炸彈 所以我個人是比較不相信 但是無論如何啦 有平民死傷就是不對 對 照道來講大家看那個惡物戰爭 是不是每次只要一打到平民 大家就譴責對不對 大家都翻臉啦 大家都翻臉啦 可是為什麼加薩醫院被那麼多平民死傷 國際上面都 美國什麼什麼都沒有大肆的譴責 這就是非常奇怪嘛 那所以國際上的人都認為說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 一方面是希望說不要 就是加薩走廊不要有死傷 第二個他們也怕戰事擴大嘛 現在北邊的像黎巴嫩真主黨啊 伊朗啊什麼都蠢蠢欲動啊 對不對 所以他們都希望戰事不要擴大 好 那戰事不要擴大有一個關鍵 就是不能要持久的地面作戰 因為你只要地面作戰的話 這個戰事很難不延伸 那所以 所以呢國際上都希望不要 結果 拜登 拜登居然這樣講 拜登居然講說 拜登居然講說 私下已經對以色列向加薩發動地面進行表示支持 這是英國的報導 欸 那這個是不是代表什麼 代表說 美國也在告訴其他國家 欸我已經表態了喔 我是支持這個動作喔 所以其他國家你們就不要再針對這個事情去 去表示反對了 不要再碎碎念了 不要再反對了 因為以色列就是 我們最挺的嘛 我們的盟國嘛 所以 我覺得 我覺得拜登這個動作 你可以觀察一下 其他國家的反應啦 如果說其他國家的反應 表示說 慢慢沒有類似的聲音的話 那有可能這個 就 戰爭會越來越激烈了 如果今天拜登這樣的說法的話 不就把世界分兩派了嗎 因為他已經把哈馬斯跟俄羅斯連在一起了啊 那俄羅斯他又跟誰好跟中國好啊 那伊朗又要再幫哈馬斯 所以他們又站在一起啦 那如果硬要這樣的時候的話 連北韓恐怕都加入他們 這樣一分為二 如果真的出事 真的會變成世界大戰欸 真的沒錯啊 要知道哈馬斯原則上 當然是屬於巴勒斯坦那一邊的 那誰支持巴勒斯坦 伊朗 敘利亞 黎巴嫩 作為很多國家幾乎都不喜歡以色列 因為長時間的 可能當時很多的糾紛 都是以色列戰區上風 所以就是說當拜登講出這個哈馬斯跟俄羅斯 都想摧毀民主國家的時候 代表了 拜登是想把哈馬斯跟俄羅斯連在一起 然後呢逼著其他的不管是中國大陸啊 不管是俄羅斯 伊朗也好 要串成一線 這種東西對於拜登個人而言 我覺得是有幫助的 因為對於他而言 他想要講的就是民主國家 因為他想要成為民主國家的共主 然後藉由民主國家的聲望 來延續他明年能夠順利的連任總統啊 要知道拜登現在民調很差啊 很有可能明年就跟他沒有關係了 所以他現在又逮到這個機會 又來做了一個推波助瀾的狀況 跟各位報告為什麼會這樣講 很簡單以巴登能達到現在 跟各位報告已經光加薩 難民就超過60萬人了非常嚴重 兩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死傷的人數 已經高達兩三萬人了 死亡人數將近五千人 這是有統計的 未統計一定更多 包括很多平民包括很多都亂七八糟 甚至世界各國都亂起來了 法國恐攻炸彈恐攻一大堆 包括法國學校還被他闖入 持刀殺害了學生 所以這事情 你覺得美國會不懂嗎 美國當然知道 所以當初美國到了 這個所謂的地中海的時候 我們認為他是應該去調停 這個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 可是沒有 美國當時派過去的時候 第一個派過去的福特號航母 後來派出艾森航號航母 到現在還要加派啊 這個惠特尼三號也要過去了 但過去的重點是什麼 美軍講很清楚 他說我們去的目的啊 是要警告伊朗、黎巴嫩、敘利亞 不要捲入哈馬斯與以色列的衝突 他們會怕 對 不要去插入這東西喔 而且美國要彰顯 美國對以色列的堅定承諾 這已經不是暗示了 他擺明就挺以色列啊 包括了你說布林肯 他是什麼義的?猶太義 以色列裡面的猶太義的一些人 真的在世界各國都非常厲害 包括對於美國政府都很大的 不管是在人力上 資源上的貢獻都非常的多 所以對於美國現在態度而言 他的態度就是要去挺以色列 接下來所有的事情 所以尼巴戰爭繼續往他拖下去 不只是中東的問題 更是全世界的問題 但最後為什麼能夠讓尼巴戰爭 繼續拖那麼久的罪魁禍首 我認為美國拖不了責任 如果美國現在就站出來很高的態度 他就是希望尼巴能夠停下來 不要再打了 因為實在太殘忍太沒有人性了 他就不該在聯合國安理會裡面 投下反對的票 因為很簡單 如果當聯合國安理會 贊成了兩國要停火的話 現在不管是否能夠真的到停火動作 但至少世界各國 比較名正言順的可以來參與這個事情 但問題是現在連聯合國態度都是 不好意思我不管了 你們自己想辦法吧 請問一下怎麼樣能夠讓 以色列的怒火停息 怎麼樣能夠阻止以色列 繼續的報復下去 要知道繼續屠殺下去 這已經是太不人道了 也許哈馬斯包括巴勒斯坦 之前的確做出了一些傷天害理的事情 但是要用什麼樣的血才能夠停止這個戰爭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在看 我們也希望 不管是美國 不管是中國大陸任何國家 都要拿出一個反戰爭的心態 讓這種慘無人道的戰爭停止下去 也希望蔡政府不要讓戰火在台灣發生 現在我們剛剛提到了 現在感覺在國際的賽場上面 大家都各出招耶 你看聯合國安理會這個地方 他就已經講了是美國不想要 所以他反對一票 可能都是你美國錯 中國也太出招了嘛 習近平也說首度表態 當務之急是儘快停火 現在是以巴戰爭 現在變成中美兩國競技的場域了嘛 我先講一下 他那個以巴停火每投反對票 其實中國跟俄羅斯兩個提出來的提案 裡面其實都完全沒有提到 就是哈馬斯必須要負責任 反而是讓以色列放棄了自己 防衛自己的能力 所以這個提案才沒有被通過 那我其實會覺得 我們看一個戰爭的時候 畢竟我們不是這兩個戰爭 國家之間的任何一個國家 所以我們不應該要站在說 好像隔岸關火 我們來看誰比較壞 因為戰爭再怎麼樣 我們很愛說一句話嘛 戰爭沒有人是贏家 不管是誰先開打 不管是誰被打 不管是誰死的人比較多 死的人都是輸家 可是我們要看的是什麼東西 我們要怎麼樣避免這樣子的事情 發生在台灣對不對 以色列他為什麼會受到這麼多 歐美國家的支持呢 是因為以色列人在2000年以來 不斷的想要建國 他們用非常多的社會力量 經濟的力量 政治的力量 進入到很多歐美國家的核心 的決策中心 的各個領域的影響力的位置 所以他們才可以影響這麼多的國家 那現在發生這些事情之後 你不能說 因為他們可以影響很多國家 所以他們一定比較壞 我們必須要看這個國際情勢 為什麼那麼多國家 都是向以色列喊話 希望他們停火或不要停火 因為哈馬斯是無政府狀態 你沒辦法讓哈馬斯喊話 你喊話他會聽嗎 他的那個軍隊是直接把小孩 擋在前面給以色列打的 這樣子的政府 這不叫政府 這連組織都不是 這已經接近恐怖分子了 所以他只有辦法跟以色列喊話 所以我們看到了目前的現實 才會是好像大家都希望以色列 不管是要停火或不停火 大家都是跟以色列去做對口 這個是主要的原因 那我們回過來看台灣 因為其實以台灣接近的立場來說 不管是烏爾戰爭 或者是現在的尾巴衝突 我們都跟烏克蘭跟以色列這邊 密切的有保持聯繫 那我們觀察到一個很大的狀況 我相信這個是 就算我們在場的政治立場 完全相反的人 也會有共識的 就是以色列在面對這麼大的衝突 這麼大的危害的時候 他們有多強的動員力 他們不會國內有反對黨說 為什麼以色列會被打 一定是以色列活該啦 不會有人跟人這樣說 你就算覺得他做不好 你也應該要站出來說 怎麼樣做才會更好 這樣才是負責任的政黨跟政治人物 應該要有的表現 佑城你怎麼看 現在聯合國安理會 現在變成 每個國家互相扣帽子的一個地方 你現在投反對 你就是不想要和平 是這樣嗎 確實喔 其實這樣子 看看國際上面 要想想我們自己 如果當今天上面 任何一個名稱換成台灣的時候 我們在那個投票桌上 會有人支持我們嗎 會不會陷入這麼樣的 麻花捲的情況當中 其實在大國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 他一直在這個威 威責跟安撫之間的兩手策略 在處理不管是美中 還是國際上面的事物 那台灣呢 我們比較類似於寮國 我們要在避險還是互從之間 在這兩大國 甚至國際歧視裡面 找到自己的出路 那很可惜的是說 看到這一次的這個以哈的 他這個戰爭以後 你可以看到美國 他擔心自己的個人利益 所以他不想要引起中東的第二 這個二次的大戰 所以他就派了兩艘的航空母艦 直接去做巡訪 對 這其實是超越他對烏克蘭的支持程度 這也可以看得出來說 如果相對於美國利益接近的時候 他的這個對於軍事的貢獻 或者是出兵的力道 確實也會來的比較多 而不是站在什麼人權啊 人道的考量 這也是我們必須正面正式的事實 再來我們來看看巴勒斯坦 這個國家在全國際 有138個國家承認 而且可以在聯合國提案 還有派駐大使 但很可惜我們現在的實際狀況 台灣只有13個 那以色列呢 跟我們有點類似 台灣是靠半導體被國際需要 那以色列是靠這個新創科技 需要美國撐腰 可是在美國撐腰的狀況下 其實大家也看得到 美國同時要求我們要交出技術 這也是我們非常急迫的狀況 那台灣未來大概有三種可能 我們繼續靠美國 或者是我們能夠期望 中國大陸它繼續內部的動亂跟危機 不做對台灣的攻擊 或者是難道兩岸 不得不避免那一戰的時候 我們當然不希望我們是那一個輸家 那現在的事實 我相信大家也不會否認 美國對於如果兩邊實際上 我們一邊的一國的這個狀況下 美國是不會支持 都在玩文字遊戲 大陸當然也不會認可 回到剛剛所說的 我不認為新代剛剛講的錯 動員力這件事情是以色列看到的 但是在前提 如果在和平的時候 我也希望執政黨 也不要在國家內製造虛擬的敵人 因為一直都在重複 沒有人不愛這個國家 當大家能夠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 發揮自己的實力的時候 才是最好能夠不避戰 不確戰 但是有做好這個準備 這才是真正負責任的態度跟政府 源氏我們剛剛提到一個最關鍵 現在地中海這個地方 有兩艘航母已經到了 等於是說 像剛剛又曾講到很關鍵的 就是美軍因為要停以色列 所以兩個航母去了 現在又加派我們剛剛講的 惠特尼3號 大家覺得說好像在停以色列 殊不知 好像也在監控以色列是不是 對 因為惠特尼3號 它是兩棲的指揮艦 其實它主要是在用作 就是指揮 控制 通訊跟情報能力 我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惠特尼3號 那為什麼我說指揮控制 通訊跟情報能力非常重要 因為你知道嗎 它現在已經離開義大利 開往地中海 對 地中海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地方 很多人在講說 哈馬斯為什麼這次有這麼強大的武力 它可以發了有時候3000枚 或5000枚的火箭彈 這麼多武器是哪裡來的 有一說就是有人透過地中海 走私給它的 偷偷運進去 偷私給它的 就是他們有一種走私方法 就是說把那個武器裝在貨櫃裡面 然後丟到地中海 然後他們在 哈馬斯把他撈起來 那這一艘如果開過去的話 如果還有這種秘密的運武器的狀況 是會被指導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指揮艦 它有一個非常強大的電子攻擊作戰 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哈馬斯他要發射飛彈 或其他伊朗 或尼巴頓正主黨 他們要春春運動的時候 如果你要發射飛彈就是 有的飛彈不是雷達製導的嗎 或基兵器製導對不對 它可以直接讓你遮瑕 直接讓它瞎眼 那你的飛彈不知道要射到哪裡去 同樣的道理 以色列是不是有可能也會發射飛彈 是 一樣啊 如果今天我美國 沒有讓你這些輕舉妄動的話 我同樣可以用惠特尼三號 讓你的武器 無用武之地 所以這一艘船 包括就是剛剛講的 其實打擊群我覺得都一樣 就是說我來了 大家不要輕舉妄動 大家要下一步要幹嘛的話 聽我的 我準許你動你才能夠動 所以因此我覺得美國派 不管是航空母艦 或者是他的指揮艦 用意在這邊 他並不是要幫助一方 去打另外一方 他是要穩定那邊的局勢 那當然尼巴戰爭發生之後 很多人就會講說 你看台灣應該要備戰才能止戰 對不對就講一大學說 我們要很多武器 但是各位有沒有想一個問題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或者是我們講說哈馬斯 誰的武器比較強 誰的國力比較強 以色列 以色列吧 可是戰爭是不是還是發生了 還是發生了嘛 所以不是說我把我們的武力 弄到最極致 就不會有戰爭 而是說兩邊要有對話跟溝通 要維持和平嘛 那這兩個國家 因為長期來說 都是充滿了敵意 所以哈馬斯 忽然間就攻擊了 以色列也是死傷慘重啊 他雖然現在有很強大的回擊的能力 可是還是有很多人無辜傷亡啊 所以我覺得兩岸還是要從這個地方 記取教訓 為了避免戰爭 對話跟降低敵意 是絕對是需要的 那現在美國有派打擊艦來 或者是惠特尼三號來 然後咧 人家已經打成亂七八糟了 你現在派過來有什麼用 能夠讓那些死掉的人回生嗎 所以要努力讓戰爭避免啊 我覺得這個才是重要的啦 不一根我剛剛提到關鍵 兩艘航母到了 惠特尼三號他也到了 美國他怕是什麼 他如果以色列再打出來 第一條戰線是夾撒 第二條戰線是黎巴嫩 現在還傳出有第三條戰線 真的三條戰線全開 美國再派多少人也收不住啊 你就先看啦 這是新聞上面出現的 這個所謂 以巴戰爭的三條戰線可能發生問題 大家都知道第一條最單純 就是這個夾撒斗郎 因為當哈馬斯偷襲完以色列之後 以色列直接很快回擊啊 馬上的開炮 炮轟加撒斗郎 所以傷亡人數已經早就破萬人 難民幾十萬人了 這是第一戰線 但是在第一戰線 還沒有打多久的時候 第二戰線馬上爆發了 因為在上面 以色列上方的黎巴嫩跟以色列 也馬上開始交火了 甚至以色列公布啊 以色列有高官啊 已經在黎巴嫩邊境啊 已經戰死了 這第二戰線還在持續的打鬥當中 可是沒想到第二戰線還沒有結束 第一戰線還遙遙無奇的時候 潛在第三戰線要出現啦 約旦啊 因為在約旦和西岸啊 到目前已經有70多位巴勒斯坦人啊 因為暴力事件在裡面上升了 也就是說 現在雖然還沒有正式的開戰 但是潛在的危機非常高 包括約旦的很多高官都很擔心 如果以巴戰爭繼續打下去 造成的結果就是 約旦也會牽扯其中 第三條戰線會徹底打開 但問題是這種情況會不會發生 我個人認為發生機會相當高啊 很簡單第一個 美國沒有站出來制止以巴戰爭 要趕快停止 他抽手沒有 美國到現在還是在停以色列的角度 所以以色列的 之前他的能源部長表明很清楚 他說在以色列那些被綁架 那些受傷的人返回家園之前 他不會像加薩提供人道救援 不會打開電源不會打開水發 也不會有加油車進入 不要像以色列講什麼道德的事情 甚至最後還加碼 他說以色列的報復才剛剛開始 如果以色列達到現在的報復 只是剛剛開始 地面戰還沒有正式啟動 如果等到地面戰啟動完之後 我只能說那真的是森林塗炭 可能加薩會被整個摧毀 人先煉獄啊 沒錯他一定會推下去了 大家要知道 加薩走廊是屬於一個狹長型的地形 短時間以色列是讓加薩走廊 北部的人到南部去避難 你告訴我走得了嗎 逃不了 怎麼逃得了 他每平方公里有6500人 包括還有老少甚至醫院的人 這些東西老實講 對於以色列而言 說難聽點講講而已 他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 讓加薩的北部的人 逃到南部的人 所以如果當地面戰再度發生的時候 那真的是非常慘烈 而美國現在派人去 當然我相信 美國還是憑以色列 可是他心中應該會拔持 也不能夠讓以色列實在做得太過火 要不然以色列本來是從 受害者角度 可能會變成加害者角度 這對於美國而言 不是那麼有利 所以我只能講 美國不要再那麼多的算計了 尾巴戰爭 戰爭是殘酷的 沒有人得勝 所以希望美國包括拜登 不要用政治 不要用選票角度 來思考這些事情 而是用人命道德角度 盡快讓這種殘酷的戰爭 盡速的平息下來 不要再讓有人能夠 從這裡面得到任何好處 也不要讓那些傷害的民眾 繼續的受到戰火的摧殘下去 沒錯 戰爭總是殘酷的 你可以看到現在 不管是以色列 或者是巴勒斯坦這個地方 尤其是以色列 現在每天都被其他 這個飛彈所轟炸 所以各國趕快來撤僑 包括我們台灣也是 台灣已經說了 外交部 已經要撤了 這個所謂的撤僑的專機 但是你看看 旁邊這個 中國僑民怎麼辦呢 他們的外交部跟他們講說 自己想辦法 真的是兩樣錢 來 心帶怎麼看 我今天少回兩句剛剛的 我其實看不懂 國民黨跟到底在罵民進黨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說 強調說要對話 然後同時要加強國防實力嗎 缺一不可 那之前賴慶德說 要跟習近平喝奶茶的時候 為什麼國民黨那麼生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中國僑民 在尾巴戰爭撤僑的這件事情 其實看完還是覺得說 這個中國共產黨統治下面的人民 這是有夠慘 有夠可憐的 一直讓我想到以前的一個時事 就是中國有一個那個公共安全事件 很像蓋路還是蓋橋什麼 反正就是那個基地整個倒塌 然後倒塌之後下面壓了幾十個人 那些人的家長就在上面說 趕快挖 拜託政府趕快去救他們 結果發生什麼事 那些家人被公安圍走了啦 因為他們不想要造成任何的這個紛亂 好不好 維穩一下 中國現在就是這樣 中國的很多留學生在以色列 目前已經統計起來最少最少 都已經有四個人死亡 兩個人失聯 六個人是受傷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啊 其實韓國之前就有派機去撤橋 而且撤橋之後啊 不只是沒有收他們錢喔 飛機上面有空位 他們來說 歡迎這個日本人 歡迎新加坡人一起來坐 我們把你們這個民主國家的 亞洲同胞一起帶回去 謝謝 但是中國人不要上來 所以發生了這件事情 那中國官方到現在都沒有派遣專機啊 中國共產黨這邊呢 甚至是在以色列的中國公民 在網路上面求助 沒有得到中國使館的官方回應之外 還被本國這些小粉紅在下面留言說 怎麼可能我們這個偉大政府 怎麼可能虧待你們 你們一定是亂講 你們一定是這個台獨勢力派來的 這個叛亂分子有沒有 有一個網友 你們去搜尋都知道 他叫身不見藍喔 深淺的身不見到藍色的中國牆民表示呢 他跟另外一個中國女性 本來要購買特拉維夫的南海航空機票 還沒有辦法回到中國 還是要買去別的地方 為什麼 離開以色列 因為不好買啊 現在機票很難買又貴 沒有補助 政府也不想辦法幫忙 當他們詢問中國駐以色列大使館 如何離開的時候 他們答案叫做自己想辦法 好不好 不要麻煩到我們 那中國留學生他們都會有一個微信群 這個微信群 然後裡面的群組很多留學生 就在裡面問那個大使說 撤僑計畫是什麼 可不可以給我們什麼協助嗎 要怎麼做才好呢 結果卻被這個使館工作人員 警告說不要閒聊啊 他們覺得撤僑是在閒聊好不好 這個生命安全是你自己的事 不是政府的事情 那我順便再補充一個 你去搜尋微信 微信有一個帳號叫做阿美有大臉 阿美美麗的美 大臉就是這個臉很大的大臉 那這個就會爆出來 他的IP其實在北京 可是這個人他冒充是以色列的留學生 說我們這裡中國政府啊 撤僑撤得很棒啊 這個大使館對我們很好 結果發出來之後 就被超多人在下面說說 你IP不是在北京嗎 然後甚至是也微信裡面 很多以色列的這個留學學生說 我們從來沒有看過阿美這個人 他絕對不是以色列的留學生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看發生這種狀況之後 一個極權統治的威權國家 中國共產黨想的 絕對不是怎麼樣去拯救他們的人民 因為畢竟人民又不能投票 你管他幹嘛對不對 放在那邊只要不要影響到 我們這個國內習大大的威信 只要有維穩維得夠 才是他們的第一個目標阿 週一到週五晚真十點 請鎖定環宇必法狀 好現在國內的選民很關心一件事情阿 除了綠營之外 藍營的選民白營的選民 藍白河請問大家要拖多久阿 現在又被說阿 藍白河沒有辦法河 難道真的都是柯文哲的盤算嗎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柯文哲最一直積極的 跟郭台銘來招手阿 才發現說 哇原來柯文哲套路有這麼深嗎 第一個是說 柯國河兩週兩度會面阿 所以他竟然變成積極尊鍋啦 原本還被形容是恐怖情人 現在沒有沒有沒有 郭台銘是我們自己人阿 10月7號搶先藍白河早就會面了 10月17號 聽說又有柯丹江匹馬 前往郭台銘的家中赴約 柯敬辦的發言人也回應了 他說對啊怎麼了嗎 我們柯郭本來就很熟識阿 私底下也很常交換意見嘛 還有共識等等 就是要怎麼樣 幫助台灣有更好的發展 更穩定的政局 黃子哲說話 這個是侯敬辦的發言人 藍白主帥談不是問題 他也積極的在招手 那朱里倫還是一個老好人的心態說 哎呀侯友宜啊 民眾黨啊 趕快坐下來好好談 那現在藍營就呼籲啦 覺得黃憲廷不太行啦 朱里倫你就自己來上陣吧 包括你 包括侯友宜 包括柯文哲 三方來談一談 是不是會比較好呢 好我們先從這個柯文哲 跟這個郭台銘這邊過來談起 來柯一哥 我就問了 我現在才知道 柯文哲套路這麼深阿 一邊跟你們藍白河 一邊早就跟郭台銘這邊 沒來演去這麼久了 當然我要講 第一個因為侯市長民調不夠高啦 所以讓柯市長能夠講話很大聲 這的確是國民黨要檢討的 但問題是柯市長對您而言 我覺得也必須要想清楚一個狀況 因為他今天也說了 他知道國民黨的人比較多 當然藍白河以國民黨為主 但問題是 不管是您還是您下面的一些發言人 有哪一位出來講的話 是覺得對藍白是友善的 幾乎沒有嘛 不是在算我們這個藍不夠強呢 就是說侯友宜市長自己選也不會選上 沒錯 你講的話好像跟你今天 柯市長您釋放出來善意 之前是有田園之別的 所以對國民黨的角度而言 我覺得雙方市長要談合作 本來就是拿出各政黨最強的實力 出來做溝通 柯一哥我可以這樣形容嗎 為什麼柯文哲前幾次講話 他會這麼大聲 就是因為他早就有底氣了嘛 現在才會被爆出來 就是因為跟郭基奇見面啊 跟郭見面我老實說 談得成再說啦 柯文哲的底氣我相信不是跟郭見面啦 柯文哲想到什麼做什麼啊 柯文哲只要他的民調高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好談的 柯文哲民調只要往下來之後 就有得談了 還記得柯文哲之前 一直在選國民黨的時候 是某一個這個民調公司 做出來柯文哲民調領先侯友宜了 但是那一家民調公司 現在做出來侯友宜又領先柯文哲了 柯市長態度又不太一樣了 但是我認為民調可以高高低低 但是態度真的不要左右搖擺不定 那我真的希望 藉由柯市長今天釋放出來善意 接下來藍白雙方都提出自己的想法 能夠不管是幕僚二次會談 還是主角自己來談 都希望能夠盡快有個答案 因為離選舉真的時間不多了 而讓民進黨下架 而讓我們的中華民國 包括我們國民 能夠過更好的生活 我相信才是大家的期望 柯義哥的善意說 其實柯文哲聽到 來看看他今天怎麼樣說 他說我們合作不會整晚捧去 藍營不要擔心 他同時也說什麼 來我直接畫重點出來了 他說我跟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見過面 OK啊沒問題 後面來囉 總統參選人侯友宜也見過面囉 並重申政黨合作就是要贏大選 那另外就是我剛剛講的 藍白合作民眾黨不會整晚端走 心帶照相看起來他也釋出善意啊 還是你認為柯文哲 他除了兩手策略之外 還有其他的想法嗎 柯文哲有一個很有名的東西 叫做鯊魚戰術 大家有聽過嗎 就是他其實2014年 從民進黨推他之後 他就已經很常失言了嘛 其實他平常講話的時候 他很喜歡在他的畫質中 夾雜一些三字經啊 那個時候媒體對他比較好 都不會放出來 還有一些性別 比較歧視的言語啊 說什麼婦產科 在女人大腿間討生活啊 你長得漂亮就租歌票啊這種的 那現在齁 其實我自己是覺得啦 柯文哲這個人 他本來在台大醫學系 在台大醫科的時候 大家對他的評價就是 他講的話就是挺挺就好 不用太相信 那現在我覺得在政治圈齁 大家也開始慢慢有這個共識了 那我回到剛剛說 鯊魚戰術是什麼 柯文哲有一次被媒體問過 說欸柯市長你很常失言 你有沒有考慮要去 上一點什麼禮貌課啊 或是什麼類似這種的齁 控制一下自己的言論嘛 不要想到什麼講什麼 好像大家聽了覺得很爽 但其實都不是很傷人 就是讓人家覺得很 就是不正經啦 那柯文哲那時候說什麼 鯊魚理論 鯊魚會追著血跑 欸我這個地方失言有什麼關係呢 喔游游游游到旁邊 我再畫一道口子 那這些記者就像鯊魚一樣 跟著我跑到旁邊 我本來這個受傷在失血的地方 就沒有人看到了啦 柯文哲是用這種態度在操作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家還記得 情業重姓這個地方嗎 已經很多人忘記了 第三方平台 沒錯 而且是世界最大的一個前 好像不知道前幾大 等一下又有可能可以補充 前四大的這個會計師事務所 一個這麼有國際性的組織 可以因為柯文哲放幾句垃圾話 不到三天之內馬上跟他們解約 你就知道柯文哲言語的破壞力有多大 他從跟柯文哲 那個郭台銘那個時候說要合的時候 他就說過什麼 我說我是台灣民眾黨這個 跑過正式流程產生的總統候選人 我一定會選到底 他意思就是說不要再吵他了 他不會跟郭台銘和嘛 那現在為什麼又要談藍白和了呢 是不是 是他一開始講過的話已經不算數了嗎 還是說他根本就沒有一個 需要負政治責任的這個勇氣 那我這邊也要奉勸國民黨一件事情 柯文哲就是這樣的態度 所以我自己覺得金虎聰 金老師 他是一個應該也是看過很多商場 正常顯惡的人 他應該是不太會被這個東西 那個打敗過去 但是我跟你說 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你在跟他溝通的過程之中後 我覺得國民黨會生很多悶氣 我就奉勸你們自己加油這樣子 來 宥辰剛剛臉色一層 頻頻搖頭很多話想講 我覺得 經濟黨的立場在這邊 就更加證明了 全台灣超過65%民意的需求 就是希望讓民進黨下台 就是要讓民進黨學會檢討 所以他很怕藍白和 那我也覺得藍白不應該不談 是因為 沒有人能夠再過這種很苦悶的生活了 是 那不管剛剛講到的 柯文哲他的確有這樣的缺點 我自己身為他的同黨的議員 我都覺得他確實就是直白 缺點就是太直白 不過他會認錯 他會改進 對比現在的執政黨 700多天才出來回憶民意 然後賴清德直接反質問學生 我覺得這樣一刀下立判嘛 那再來 如果藍白合不合 今天很關鍵就是 柯文哲說 其實我跟侯友宜也見過面 你了解 到底有沒有見面 大家很緊張耶 我很確定的是 跟朱立倫一定有見過面 那侯友宜見面的時間點 我不知道 不知道不曉得 不過我很期待 我身為民眾黨小姐我也期待 為什麼 因為金小刀這把刀 現在看起來是連黨內自己 都發覺有點抖抖的嘛 不管是他談的東西 然後技術的部分 包括今天連這個三大報裡面 比較偏國民黨的報紙裡面的社論 大部分也都在檢討說 國民黨應該要展開心胸 泱泱大黨 來跟民眾黨好好坐下來談 所以我認為 如果柯文哲跟侯友宜 能夠見到面 也是所有中間選民很大的期待 那 現在當然最焦慮的 除了這些人民以外 更焦慮的 還有這個偏綠的政黨 最焦慮的 其實在我最右邊的是葉遠之 因為呢 其實藍營的小雞 比誰都還擔心 藍白能不能和 因為如果有藍白和 對於這些 不管是區域立委 跟不分區的立委 還有明年大家最大的重點 要讓立法院 不要讓民進黨再過半 也就是說 終極的目標是三黨不過半 一定前提是 可能要有藍白和的機會 這樣三黨不過半的目標 才會越來越大 來 遠之你現在真的很焦慮嗎 我記得上次看 有台新聞報導 有人說 如果柯文哲幫你站台 你要嗎 你說好 你是希望的吧 有人會說不要嗎 誰會說不要 而且現在是藍白在談 兩個都說要成立聯盟了 而且已經有一些出了共識 其中有一項共識叫做 國會騎士極大化 那你如果說兩邊要 國會騎士極大化 那互相幫忙站台 不是很合理的事情嗎 對 更何況民眾黨有一區 我們也沒有提人 蔡比武那區 侯友宜是不是也跟他同框了 盧修緣也跟他同框了 所以這就是營造一個 就是雙方要累積善意的一個過程 那我想問 那你覺得今天 今天柯文哲放這個消息出來說 跟侯見面 你覺得他的意義是什麼 他意義就是告訴你說沒有破局 因為這兩天 每個人都在問我 都在酸嘛 藍白和不可能成 不可能成 就跟他們講說 你放心啦 左邊林有一句話 如果你用特寫鏡頭 去看人生的話 都是悲劇 但你用長鏡頭看就是喜劇啦 你現在去解讀每一個人 講的每一句話 那當然都在互嗆啊 可是實際上要看結果嘛 這個過程我看得非常清楚 兩邊在談判的時候 都會先叫囂啦 週一到週五晚間十點 請鎖定 還你必把狀